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的视频 综艺选手节目《创造影2019》很火 因为有了前面的两档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和《创造101》的铺垫 所以这档节目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大家都知道,没有节目是绝对的公平 哪怕是这种公开录制的比赛节目 参赞的人那么多,总有些人给不到镜头 而观众本身就是通过镜头去了解他们 但是没有得到很多镜头的人自然也就不会被注意到 因此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当然导师们也会自行判断,总是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些很优秀的孩子 王晨一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他真的很不错,体质表现不错,算是一匹黑马 他唱歌跳舞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创造影却发文宣布他真是比赛 并且发文的内容大概也是是个人原因 而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王晨一的粉丝 他们都要求节目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王晨一很想成传出道 之前表演上也哭着说到这件事情 他的表现也很优秀,网上传言很多 不过在节目中已经有很多人支持他 之后他就算是自己出道 也会有很不错的发展吧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,拜拜